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按照当时中国的情况来说 并不适合收留这20万难民 因为60年代也是中国最困难的时候 然而对于越南以及柬埔寨而言 中国却是最好的避难所 同时也是最安全的地方 然而中国在看到这些难民流落到中国之后 并没有将他们拒职门外 反而非常热情地欢迎他们接纳他们 给他们提供了相当好的待遇和福利 甚至还给他们提供一些工作岗位 随着时间的流逝 他们也渐渐地开始融入到中国 并开始已经习惯中国的生活方式 而各个国家都已经发展得相对持平的时候 本以为这些外来人口会回到自己的家下 据统计 在20万难民中只有3万人愿意回到自己的国家 其他的都愿意留在中国 并请求中国给他们颁发国籍真正地成为中国议员之后 就能获得中国的保护 其实这些所谓的难民之所以能够做出这样的举动也是民之所向 更是受到了中国的感染 如果不是拥有大格局 大美德的话是无法做到的 更彰显了大国之风 然而对待这么一群难民的请求 你觉得中国应该答应他们吗 好了 本期就到这儿 有什么说得不对的地方 欢迎指证 我们下期再见